眼前桌子上头一整排的料理 精美的摆盘摆续 别以为来到了饭店餐厅 这可是由淡水农会家政班的成员 所做出来的作品 淡水农会今天上午举办了一场 强化农村农家生产计划活动 也是另外一种家政班的成果展 而农会表示开办这些家政班 除了能够让大家在这边互相交流之外 也能够让他们学到不一样的专业技能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家政班的这些 我们班员 他们非常努力非常用心 每一班都做一道菜来供大家一个品尝 他们大家所做的这个菜 都是用在当地的一个食材 还有当地的食材 那个用无毒的一个蔬菜 还有我们南瓜系的一些产品 来做这些食材 然后来做一个成果展 他们都一心里一把自己最好的一个菜 拿手的菜拿出来这边展现 农会从多年前开始成立家政班 如今已经有38个班 成员共有900多人 而这一次用做料理的方式来展现过去学习成果 不仅如此 为了推广低碳食材 现场料理当中所用的食材 都是来自于当地 而且采用当季 就以南瓜来说 就成了这一次成果展的最大亮点 那每一班他们就会解说说他们用的那个食谱 还有经验分享 那之后那个资料都会放在群组里 那等于是我们在交流 我觉得很不错啊 就是一年一度然后就可以吃到三四十个班的不同的那个手艺 那如果有兴趣就可以回家自己学习 可以学习回家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一方面让我们了解在地食材 那一方面让姐妹们大家 都有一个料理的这个交流非常好 让我们在煮饭的时候有很多新的idea 让家人享用 而且我们在地食材 是当季当令的食材是最健康 而且又经济实惠啊 这一次的成果展参与作品 共有35道料理 不但去展现出在地食材所做出来的料理特色 也让家政班的成员能够互相学习交流 在餐桌上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南瓜料理 而这也是农会今年的推广重点之一 因此农会更打造了南瓜米粉 希望能够运用在地食材加工食品 为农民增加收入 记得许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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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